发疯真的有用 提问如何治那小嘴碎的亲戚 一位匿名网友回答 我写博士申请书和研究计划表示 我姨婆一家来家里做客喝茶 我准备了两年博士研究课题 论文 作品集 简历 推荐信 在那里很开心的想 我终于要熬过去了 他们一家子说 劝我妈现在删了这计划书 趁早家人 这时候我还耐得住性子 我说这是我准备了一两年的东西 你再说下去我要发火了 没想到姨婆蹬鼻子上脸 问我几岁了 说是刚毕业又要去读书 女人最大的价值是30岁前 结婚生子 相夫教子 那一刻我精神崩掉了 去家门口卖运动器材的地方 花了400多 买了根铁的棒球棍回来 他们还在聊天 说女性读书无用论的话题 我爸也在附和 我把他们聊天时 坐的八仙桌砸了个稀巴烂 并且砸的时候把门锁上了 不许他们走 谁走我消谁 边砸边怒吼 站在桌子上一顿咆哮输出 按照我妈的描述 女婆当时吓尿了 但是我不记得了 咆哮完后给他们开门送客 扔了棍子继续写计划书 我爸妈全程惊呆了 从来没看见我这样 从此没人对我有任何 超过边界感的不礼貌